急診室最忙時刻 你最不想遇到何種狀況 來看看這些醫師們 最怕遇到什麼狀況 地震 尋仇 假性侵個案 都還滿恐怖的耶 這邊是分身乏術 急產大命 急體掛診是什麼 開轟趴嗎 但是沒人比我急 就是自己最急的 我們這個很常遇到對不對 是啊 我們急診很明確的就是 他是急的病人才來看 對 然後也分五急 也很明確的分五急 但是大家好像還是不懂 急診的定義 像有一次就是有一個媽媽 她是帶著一個十歲 也不是很小的小小孩 十歲的小男孩來到急診 而且那天是週間 所以也就是說 所有的診所也都是有在開的 那她 那小朋友39度 那時候剛好我已經看到她了 然後我正在大概看說 我覺得還好 我正要跟媽媽說 其實 依舊就送了一個 到院前已經快要死亡的病人 我就說請妳稍微等我一下 妳要記得就是說 目前看起來是還好 妳稍微等我一下 我要去急救 結果我衝去急救 然後大家開始在那邊忙的時候 外面開始有人在叫囂了 就是這個媽媽 然後她就很生氣 就說怎麼不管我們的死活 我小孩子都燒到39度了 難道要等到人死了 妳才要看嗎 結果那時候我就要衝出去的時候 有一個阿嬤就經過旁邊說 對喔 要人死的時候 他們都會衝過來 我就說那媽媽更生氣 不過我覺得阿嬤 也有被未叫到喔 對喔 意思說如果你的小孩 真的演出到這個狀況 他們也會先來衝 衝來救你 妳的被她倒到 妳的心中也沒跳就來了 對啊 結果她更氣 結果我走出來的時候 因為我很喘 我在裡面嘛 我其實也很腎上腺 也整個加速 然後那時候 病人是已經有心跳了 那我趕快衝出來 就是請這個媽媽靜下來 但是因為我講話也很急 她就更氣 然後她就開始叫囂 而且她直接衝進來 要看說是哪一個人 搶在我兒子的前面 妳們到底有沒有人性 妳有沒有醫得啊 結果我就趕快把她推出去 我說 妳也要尊重這個病人的隱私 跟這個家屬 我就只好趕快請 另外一個醫生先看她 最後我照了X光 驗小便 流感 什麼都沒有 它就是一般的感冒 但是我後來怎麼樣呢 還是 某一些地方 他們有一個叫做 什麼意思 就是說妳今天來急診 那減傷或者是醫生評估 OK 你的狀況呢 沒有到非常緊急 沒有到性命攸關的程度 所以也許不符合急診 但沒關係妳都來了 我們隔壁有緊急門診 可以幫妳 轉到緊急門診 但是那個 掛號費一定是 倍高 那妳如果覺得值得妳就去 妳不值得妳就明天早上再來 對 緊急門診 如果在美國的話 Urgent care差不多要 三百美金 就是差不多一萬 但是妳在急診的話 是台幣十萬起跳 妳去掛一個急診 大概十萬起跳 像我有一次去看 然後肺炎 然後做個電腦斷層 然後三十萬台幣 就一萬美金 所以妳看我們台灣的 醫療這多多 妳坐飛機回台灣 照再回去 對啊 我還是住院 對啊 其實說實在的 急診 我們急診醫師 在這樣子的工作環境 其實妳在混亂中 亂中求緒 或者是在遇到大量傷亡的時候 其實這本來就是我們 急診醫師的價值所在 所以對我來說 這不是讓我 造成我心理壓力的點 因為這本來就是 我擅長的東西 我記得有一次 我展現專業的時刻來 我們在幫她做急救 那後來終於回復呼吸行蹤 可是她整個狀況 是非常的不好 我已經有點類似 要跟她告知壞消息 雖然已經被拉回來了 可是事實上 你可以預測 她下一個階段 要再走路死亡的狀況 是非常壞性的 我就把所有的家屬 全部叫到我們的 急救區裡面來 那語重心長的 也很慎重地開始 指著電腦 一項一項跟她說 檢驗報告 那你就可以知道 當時的整個空間 氣氛是很凝重的 結果這時候 忽然地震 你就知道 那她整個設施 因為我們在急救區裡面 也有很多的急救設備 氧氣 呼吸器 急救車等等 其實那些東西 就開始震動 然後一些天花板上的東西 你就看到有臉在晃 那家屬就開始驚恐 驚慌驚恐 我就說在那邊不動 地震一停 我做了一件事是 我開始請護理師去看 大家管理有沒有掉 呼吸器有沒有掉 他們說 衛生你真的是專業 真的是急診醫師 你不僅是幫我的家人救回來 而且我覺得你處變不及 就等到發生這樣子的地震 我們所有人 其實都想往外衝 可是她的家人在裡面 他們 那時候內心很掙扎 他們都很想往外衝 其實他們不知道 我那時候新年有的OS是 你有沒有都在桌子底下 可是桌子太小了 你知道我怕我一躲 所有的家屬都要一起擠進 對啊 我還沒想出逃難的方式 對 所以真的是 我沒有辦法掌控的狀況 對 急診醫師跟護理師 就在急診 就看到就算是很恐怖的 天災人禍 沒有人會尖叫 但是有趣的是 他們譬如說 上班不是會有放飯的時間嗎 就是互相掙扎 所以那個 在吃飯間是比較放鬆的 所以大家已經卸下 那個急診醫師跟護理師的 專業的這個姿態 這時候有一個 很怪喔 嚇死我 很可愛 我是內科醫師 我們在訓練那個 住院醫師的階段 一定要去回答那個急診室 然後我們現在想說 那個叫大量傷的話 我們想到什麼八仙城報 什麼車禍 幾乎都是外科的 很少內科 但是內科什麼疾病 會集體來掛號 而且集體掛號 症狀都是一樣的 然後裡面 因為我們醫院 以前是在公館上去 那邊很多大學生 是 那大學生那時候 那一天我手上急診 那到十一點真的很忙 忙得非常忙 到十一點之後 突然一個大學生 一個女生 然後捂著肚子 就噁心 想吐 頭暈 然後臉色蒼白過來 那我們就問她 她就 她吃了餐廳 學生餐廳的食物 然後到了大概十一點多 過來就整個不舒服 那我們一看大致知道 應該是 下了診斷 打了點滴 休息 第二個 一樣的症狀 肚子痛 某個大學 一樣學生吃了學生餐廳 肚子痛 全部都一樣 第三個 第四個 第五個 第二十個 第二十六個 你知道 如果假設大量的那個車禍 你可以調其他的醫師來 可是這種一個一個進來都是 那我們幾乎都 每個都給她 下一樣的診斷 那也打上點滴 反正大家又休息在那邊 到了隔天早上 反正大學生嘛 年輕力壯 一個一個就離開了 大家症狀都緩解 只有一個女生沒有好 可是她看大家都離開了 她想錯誤 她應該回到我了 我也該好了嗎 她就離開了 離開過了大概十二個小時 那個女生又回來了 她回來的時候 臉色蒼白 她根本沒辦法站著走 就這樣彎著肚子 然後就這樣非常痛苦 然後她在那邊聲音 這樣問她都不講話 因為已經太痛苦了 然後後來之後一進來 我們大家就這樣躺平 摸一下 她一直摸 她這肚子不是摸上面 摸了右下腹 那大家就一直摸 但所有的包括實習醫師 護士小姐 大家異口同聲說 因為整個 但這已經到非常明顯了 可是我們看一下 她是昨天回來的 我們給她下的 就是一個急性腸胃炎 是一個食物中毒 她也是那個學校的 沒錯 後來問 太誇張了 她的貪心 選錯天 對啊 所以根本沒有 我一覺得如果說 她不是混在那一群裡面 你是可以診斷出來 我們就把它放回去了 這也太妙了吧 對 所以她 大家非常 但後來就轉外科了 轉外科還好沒有破掉 我們就大家講說 其實 好 所以 這個真的是很恐怖的經驗 太妙了 給我過來講 她都要唸出學校 我們在急診 常常會有一些個案 不想碰到 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 其實性侵的個案 算是第一類 就是說 她出現的時候 跟那些生命危急的個案 是同等重要的 所以只要一個病患進來 她的主述是說 我要驗性侵這件事情的話 基本上就是 立刻 馬上 就是要處理了 對 對 所以一旦急診 再做一些其他的事情 比較忙的時候 出現這樣的個案 其實還滿困難的 還滿困難 因為她並不是一個 立即有生命危險的狀況 但是她又被歸類在 第一類的一個病患 可是其實很多的狀況 是我們發現很多去抱性侵的 有可能是 等等 不知道什麼樣的原因 來做的這樣子 那那個時候 我們就非常的頭痛 那以我自己的例子來講 我那時候總醫師 我還記得有一天晚上 就是一直在接生 其實很累很累 那正在幫一個 產婦代產的時候 準備要接生的時候 急診就打電話來說 李醫師 那個現在有性侵的個案 你就是馬上要過來 做裁檢 做診斷書這樣子 那看到那個女生 我就問她說 那個事件 我們就會問 事件發生的狀況是怎麼樣 然後旁邊會有一個社工 社工就一直共 食眼色這樣 食眼色 我想說好像不太對勁 我說發生什麼事情 她說 她被下藥性侵了 她說她就是去夜店的時候 被人下藥 然後就昏迷了 醒來了之後 就一山不整 所以她也不太確定是誰 她依稀記得 在夜店的時候 有一個男的跟她搭訓這樣子 那事情發生的時間 我們要登記 她說 大概一個多月前 我說一個多月前 可是因為我們那個 採驗盒是這樣子 採驗盒是 事件發生在 一個禮拜以內的時候 我們可以開箱做採驗 那一個禮拜以後 基本上我們就不開箱 只做診斷書的部分 她說沒關係醫師 那個時候 她我自己穿的那一褲 我有留著 而且她放在冰箱裡面 這樣子留著 她有帶過來這樣 她說可是你不知道 那個男的是誰 她說沒關係 我有辦法去查到他是誰 這樣子 她就這樣子講 她有辦法查到是誰 好 那沒有辦法 我們就是做了 這個診斷書的部分 那後來她提供的東西 我們就是把她 一併給警方這樣子 還是得幫她做處理 社工有介入了解 其實她當時來的時候 是一個黑衣男子 陪著她一起來這樣子 所以有可能是他們 不知道也許設局了 或者是怎麼樣要 現在要一些金錢上面的 一些賠償 但是如果是這種假的 或者是說 他可能另外有目的的 有時候我們看了 就真的很難 急診室真的什麼事情 都碰得到 對 怪現象很多 好 所以 醫生最沒有辦法 自信是病人用這種理由 來掛急診 有沒有這樣的一個狀況呢 真的非常過分 那我那時候當那個 在手機診室的時候 只要內科醫師 大概半夜 很容易遇到那種 叫 就是氣喘發作 因為偏氣能 那氣喘發作 可輕微 可嚴重 那那一天來了一對夫婦 然後先生帶著太太來 那太太來就 就假裝 那很喘來的時候 我們覺得 這個這麼喘 那趕快請她過來 她就說 醫生我氣喘發作 她說她在診所 都有在拿那個噴劑 她今天噴了最後兩下 但是沒有改善 一直很喘 你知道嗎 那個氣喘 你喘不過氣的時候 醫生不用用那個聽診器 我從遠遠 像我跟田醫師這麼遠 我就可以聽到 那個悲傷 然後她會很痛苦 會冒汗 會什麼 很難過 可是我覺得她呼吸淺快 可是沒有一直 我跟妳講 臉色都還好 也沒有流汗 那當然我們也是趕快 先讓她吸一吸 因為她說她是氣喘 她說 那之後我們就講說 會不會我診斷錯 會不會是心衰竭 或其他的問題 她就抽血 然後照S光 然後全盪 我跟她講說 還要抽動脈血 很痛耶 動脈血看氧氣嘛 對 因為你要診斷 她說 洪醫師 我太太好像有改善一些 妳可不可以 我們等一下事實上 我們要送女兒去機場 那妳可不可以就 開一個那個噴劑給我們 那我們就回家了 那我就叮嚀她 務必要白天 要再去看胸腔內科 那就開藥 那我再開藥的時候 太太就在說 洪醫師 妳可不可以順便幫我開一些 紫蟹藥 胃藥 喉嚨痛的鼻水 我就說 妳剛剛沒有講這些症狀 對啊 她就有眼看說 我剛剛忘了講 那我心裡的存疑 我也存疑了很多話 還是我反正趕快打一打 那完之後 那個不久之後 早上那個清潔阿姨 就跑到我臉上 洪醫師 妳剛被騙了 她說 她聽到他們那對夫妻 在那邊嘻嘻嘻嘻 還在打電話 她女兒 應該氣喘的應該是她女兒 她女兒一大早要坐飛機 到國外去 然後我們要準備那些 臨時她藥房都沒有開 她也買不到這些藥 她們就 扁了一齣戲 來幫女兒拿藥 然後我們牽的當然是 整個大沙葉 但是遇到冰箭 為什麼要掛急診 因為劇情都是 有特殊的狀況的 一開始一個二十多歲的男生 就跑來急診 結果一開始說是胸痛 胸門 像石頭壓著一樣 而且痛會痛到下巴 痛到右左手邊的小拇指 這東西很重要 因為這是我們心血管的 心臟缺血的標準典型症狀 跟教科書寫得一模一樣 覺得她好專業 結果我一定抓到了 結果 其他檢查座也沒有問題 可是曾經有一個歷史重要的 個人的經驗就很重要了 曾經在一個 清兵的新訓單位 當過醫官 當了一整年 身為男人的第六感 我就覺得她有詭異 就不動聲色就問她說 那妳的職業是什麼呢 妳的工作是什麼呢 那然後 結果她就說她在當兵 然後我就問了說 妳這胸痛是不是持續 然後問更多問題的時候 然後我想說她怎麼了 就開始痛哭 然後她就說 醫師可不可以幫我 開個診斷書 可不可以讓我請假 還是讓我直接驗退 我女朋友在今天跟我分手了 所以啊 然後就開始痛哭了 然後是 因為是禮拜六日周末 她也沒辦法去掛門診 我就說 為了妳的人生好 那所以我決定 然後我發現她當下 應該一定很討厭我 可是冰店真的很痛苦 對啊 對啊 搞不好她真的心痛心悶 對啊 是不是啊 是不是啊 可是那個會冰店的 也不會是她這一輩子最愛 所以你給她走 哇 真是她剛講的 不是在討論人家 不是在討論人家 真的是 是 不過妳講到這個 特殊原因喔 那其實這些原因 是不是讓大家都覺得 匪夷所思 是 但是我遇過的是 可是妳進去之後 她打死不願意 妳本來來了 最後是打死不願意 接受治療 這個原因卻很詭異 什麼事呢 曾經就是有這個女病患 她去 她說 跟剛剛我們洪醫師講的 肚子很痛啊 結果一檢查出來 是盲腸炎 然後而且已經嚴重到 要緊急動刀了 結果這個女的就跟她講說 醫生 可以 妳要動手術可以 可是可不可以 再等 等幾個 等幾小時就好 為什麼 醫生問她說 怎樣 你要看風水嗎 還是什麼的 她不是 因為再過幾小時 妳先讓我買完了 要上網去飆東西啊 拜託 讓我買完 買完畢之後 就可以動刀了 那個差很多 這真實的 妳現在上網查都還有喔 那妳要不要先送我 買個鈴骨塔先 但是我跑過一個社會案件 幾乎一模一樣的遭遇 但結果卻大不痛 一個年輕人 同樣來盲腸炎肚子痛 那醫生就跟他講說 要動手術 立即要趕快動 結果這個年輕人就跟醫生講 因為他一痛到 已經有點像馮醫師跟他講 那種有點語無倫次 動手術 砍人 動手術砍人 那醫生說 動手術不是砍人啊 不要這麼害怕 結果給他掉點滴之後 準備要做這件動手術的時候 就不見了 不見之後那醫生心想 是不是真的是太怕了 所以就跑掉了 自己動手術 醫生就講 有必要這樣嗎 你真的這麼怕給我動刀嗎 有必要自己這樣子嗎 結果後來 是因為他昨天在那邊 男男子女說 動手術 要砍人 他真的要去砍人 所以他不能動手術 他跟他的朋友約好 他的朋友 女朋友被人家搶 他要去砍人了 所以他不能動手術 好啦 那這個大家就知道 結局是這麼的 其實他是被人家砍人 他被人家超展開對不對 竟然他的家屬 跟他的朋友來申訴醫院 他媽媽就講 你為什麼會讓我兒子 給跑了呢 你不讓他跑 他也不會去砍人啊 也不會被插一把刀啊 另外他朋友來申訴的原因 更扯 就是因為你沒有把他治好 難怪他砍不過人 人家搶了一把刀 什麼東西啦 難怪我們每次會輸給對方 什麼 所以不願意動手術 不願意接受治療 竟然是因為 他有更迫切的事情要做 對方應該也是醫生吧 我說我看出你這個地方 來啊 竟然要砍你 不如就 順便你 幫你藏先幫你割 要動都動了對不對 這樣也也是有可能 真是的 但是這個叮嚀副檢 醫生會到學校去幫他們做檢查 那檢查的話就很多 很多相看有沒有什麼異常的地方 那特別的狀況 所以的話他就會勾在說 可能要進行副檢 那大部分問題是出來說 因為現在其實爸媽媽 小朋友會上安親班 然後回到家已經晚了 那一般診所的話 其實趕快要九點多 就已經結束了 那可是小朋友的話 明天就要交這個報告 這個檢查這樣 那一定需要去做 就是檢查這樣子 所以媽媽不得已 他一定得要去找個地方看 但是 買大的問題是說 現在其實急診方面的話 其實大部分是看成人科 那很多是成人科醫師 幫忙看小朋友 那事實上縱使是六都 有些地方 他也不見得是每個急診 都有兒科醫師 可以直接看 對 那所以他比較大的問題 就是他勢必得要找某些特定的 醫院的兒科急診 所以他只能等 然後而且他必須要看說 他要完成這個任務 他才可以回去交財 家長太多了 這也太乖了吧 對啊 通常可以晚一點對不對 所以我們會跟家族講說 可以晚一點 或是說第二天就是 我們會先幫他 初步檢查一下這樣子 對啊 不然就第二天掛個早的門診 去看一下 在你上課 那一般診所其實也可以這樣子 但是有時候他就沒有辦法 就是拿到這個 就是檢查報告這樣 我之前也碰過一個三明半夜的 凌晨三點多 爸爸帶著兒子來 說要檢查他這個 關節疼痛的問題 然後我說好 那應該是很痛吧 半夜三點 因為痛到睡不著 我說這個痛多久 大概痛了三個月吧 有的時候痛 有時候沒痛三個月 我說那今天晚上特別痛是不是 他說也沒有 跟平常差不多 那現在有痛嗎 他說現在還好 我說那你為什麼半夜三點多 跑來看這個 三個多月失蹤 失蹤 平常因為阿嬤掛急診 在那邊躺著 現在有閒 真的 真的 太便宜了 急診 這個是一個順便的概念 對 可是我覺得有時候 也是會歪打正招的 就是有些人 急診裡我很荒謬 可是結局還不一定那麼荒謬 老先生呢 當時是家人觸涌下來 那那一群家人其實呢 感覺好像彼此不是很爽 因為就是有一個人一直男男說 這就不用看白衣生 這就是要去廟的 這就是看醫生的 那一生當下就覺得怎麼辦 主術是卡到硬啊 不是 那他想說 我還是請精神科醫師來處理一下 因為也很奇妙 精神科來急診也是很奇怪 你怪怪的這麼多天 一定要這個時候來嘛 後來精神科後來覺得 不對 因為他好像有一些 表現有一些 特殊的不大協調 還是有 結果他是說不是喔 這個 他應該有一些狀況 我們先做一下腦部的掃 我們也要做一下狀況 阿嬤還是會說 阿嬤 這卡到硬 這麼麻煩 這麼麻煩 不要看 你敢不要 結果一句掃 發現他是 他是腦出血耶 好像是他左邊的孽葉 還是什麼 就是有一些出血的狀況 那可能不是很大出血 可是有一些在出血 所以他雖然整個人怪怪的說不上來 但是事實上是腦出血 就是說原來 老實說這個兒子救了一命 因為他這個狀況真的不嚴重 因為一般人總以為中風 應該是突然間嚴重 左邊不能動 不動 動彈不得 可是沒想到 他就是整個人怪怪的 來 幸好有堅持 雖然是本來以為卡到硬 但是要歪打正著 他救了他自己 這叫科學趕鬼啦 是啦 所以有時候卡到硬 醫生也是會治的 對啊 我們記得是光卡到硬 就診斷了好幾個腦部有問題 是不是 因為有時候真的會在一些 腦部特殊的狀況 讓你例如說 或者是讓你行為怪異 影響你的人格 其實這其實都是有 所以在醫學角度 我們一定先排出這些刺激性 一個氣質性的問題 所以其實我在急診久了 我都是相信病人的主數 對 因為我真的有遇過五級的病人 他自己騎摩托車來說 他沒事 是太太逼他來掛急診的 結果他才兩分鐘 他可以從五級變成一級 所以我已經慢慢地學習 去聆聽病人的主數 我曾經就遇過一個婆婆 跟我婆婆她一直放屁 那我也很委婉地跟她說 因為妳有屁股啊 對 我還沒放 不過後來我覺得 我慢慢學習 我在嬌戲婆婆 怎麼去聆聽 因為你有時候 一個語氣不對 因為妳有屁股啊 她其實會覺得 妳對她太多 對 但事實上她可能 給她潛在的擔憂 所以我後來都學習 要跟她委婉地問診 是什麼原因讓妳 擔心妳來掛急診 對 其實這句話非常重要 那真的那個婆婆就跟我說 因為 我覺得我最近方便很臭 我底子腺居然沒有斷裂 那我也很耐心的是 那是什麼原因讓 因為妳方便很臭 妳會來掛急診 她才慢慢說 因為我最近大便 覺得都會痛痛的 然後甚至我不是大 不只大便有問題 我連小便我都覺得很臭 那我後來就先幫她做 肛門直診 沒想到她的褲子一脫下來 她還包尿布 表示說她連大便 其實也沒有辦法好好控制 是至於 對 那我再幫她做直診 其實都不需要直診 光看外觀 那個肛門就已經是 長的東西 就是怪怪的 那後來幫她直診 做了檢查之後 她發現 她是直腸癌 而且已經是開始在往外長 甚至這個直腸癌 往前侵犯到膀胱 所以其實她 直腸跟膀胱是相同的 是 所以她有一些糞便會跑到 膀胱裡面去 有些尿會跑到直腸 所以難怪她說尿很臭 是因為這個關係 沒錯 而且她其實會一直滲 就是因為她尿也會跑到 從直腸 從肛門流出來 所以她一直覺得 她下體會有異味 然後常常放屁 放屁又非常的臭 其實就是 這個要是我實際上 我一定會覺得說 她是來亂的 沒想到就那麼嚴重 這麼嚴重 對啊 所以其實後來 我都會學習是 去聆聽病人 而且她擔憂什麼 反而你去訪問她 你平常就會放屁 是什麼原因 讓這一次的放屁 讓你來看急診 對 對 那那個時候是 大概我在總醫師的階段的時候 碰到案例 她是一個三十多歲的女性 那來的時候 其實急診直接打電話說 醫師這邊有一個 很奇怪的案例 要請你看一下 我說是怎麼樣 我說你們急診 反正都是會下腹痛 她說是是是 一個三十多歲的女生下腹痛 可是她說 她被外星人植入驚片 我說什麼東西 這種組織很奇怪 好 我就下去看病人 病人看起來也還好 白白靜靜的這樣子 我說你怎麼不舒服 她說醫師你不知道 我這幾個月 每天晚上都沒有辦法睡覺 我說怎麼了 每天晚上我都會被外星人抓去 那外星人晚上把我抓去之後 就會在我的子宮裡面植晶片 有沒有辦法 醫生你們有沒有辦法幫我檢查 我的子宮 還是不是完整的 我說可以啊 我等一下幫你掃超音波 她說我懷疑我的子宮 被外星人植入晶片 所以我就一直拿牙刷去底下刷 因為她覺得被植物晶片以後 非常不舒服 可是更厲害的是 她覺得裡面 她要把那個晶片掏出來 她就把牙刷往裡面掏 往裡面掏 我說那牙刷在哪裡 牙刷不見了 她掏一掏不見了這樣子 我們想說這什麼狀況這樣子 趕快幫她做內診檢查 大部分會有異物卡到 大概都卡在陰道內 那不太會不見這樣子 做內診檢查沒有看到 而且 那後來仔細檢查 把那些濃血稍微擦掉一點 在子宮頸的後方有個小洞 有個小洞 看起來不太對勁 我們就掃超音波 掃超音波看到肚子裡 有一個很奇怪的一個陰影 然後就會急診說 幫她照一個那個腹部X光 那我把這個腹部X光帶來 表示我不是騙人的 這腹部X光圈圈的地方 就是牙刷的頭 怎麼會在那 就是牙刷的頭就在那個地方 所以它真的塞得很裡面耶 就直接從後方穿到肚子裡面去了 所以我們後來是 就緊急幫她開刀 結果還好她卡的地方 沒有戳破腸子 牙刷就卡在那個濃包裡面 所以拿掉把濃洗乾淨就OK了 那後來會診 基本精神科醫師的話 確實他就是有一個 我們叫做 所以他會有一些妄想 或者是被害妄想這樣子的 一個狀況 不過還好就是沒有 把這個病人放走這樣子 不然的話 有些時候真的抓不到 我們有問那個病人說 那你放在那邊不會很痛嗎 他說很痛啊 所以他有去看診所 他就跟診所說 因為外星人的關係 診所說 我們不依外星人的事情 你去找別的醫生這樣子 所以他大概看過兩三家診所這樣子 但是都被退過 都錯過了 對 那還好在急診的部分的話 有發現他肚子上面的一個不舒服 有把他留下來 那剛剛已經帶了愛心 耐心脫衣 對啊 那如果有耐心愛心脫衣 現在你打開他的那個肚子之後 發現真的有晶片在他子宮裡面 怎麼辦 確實是沒有晶片 對 這個牙刷後來發現 跟我們家用的牙刷是一樣的 對 一直 真的很多事情 剛才碰到的這些狀況 真的是匪夷所思 但有的時候呢 只要有一種人掛號進來 醫師工作量就會暴震 有一天就是我們大概 如果有那個住院醫師 或是年輕的醫師 我們大概每個月 都會請他們吃一次飯 就那又到了要請吃飯的那一天 剛好我是上百班 然後我們就一堆人 就換好衣服交完班 然後就在醫院附近的餐廳 大家就開始點菜 然後狂吃啊 非常開心這樣子 結果就我的 我的手機就響了 結果是急診的分機號碼 顯示器的分機 我想說 有事 跟魏醫師一樣的 應該沒關係 對 結果第一師的手機也響了 結果也是那個電話 然後也是放下去 然後我看到他放下去的時候 師弟也響了 然後也是放下去這樣 大家都覺得那個 有愛心 有耐心 有同理心的醫師 是應該可以處理一切的 那邊應該沒有問題 突然是傳總計的簡訊說 對 鬥牛的狀態 然後有一個年輕的男生 他是打得最慘 頭破血流 所以他們就先幫他 處理他的傷口 處理完的時候就放在 請前面先觀察 因為怕他還有後續 症狀什麼 先觀察 就在觀察的時候 可是急診沒有那種 像那種機場的保安 沒有 你也不知道 這群年輕人是要幹嘛 他們就這樣走進來 結果有一個人就拿出槍 就這樣繞著一圈 就在找那個人在哪裡 他就指著那個人 然後說回戲 那個有耐心 有愛心同理心的那醫生 他就趕快趴下去 然後就匍匍前進 然後找到那個總電話 對 然後就開始求救 然後他求救了 而且重點是 他也可以打給警察 結果怎麼會打給他們 有 同時有 同時有 對 可是那個人還是被拖出去 但也沒有人敢去動他 或是去幫忙 因為那個人身上 那個有槍嘛 所以他就很大膽的 就把那個人拖出去 繼續打 打到半死 結果我們回去的時候 警察已經來了 所以那些人嚇到了 那剩下有一些受傷的 就我們再帶進來 然後大家再重新處理傷口這樣 像有一次 有一個大姐 就是那種黑道的大姐來急診 然後他也是就是 旁邊有那種壯汗 然後他推得進來 然後他就說好痛 他拿著那個LV包包 名牌包 我說好痛 這樣他抱著他的包包這樣 然後旁邊那小弟 就是一臉 你趕快給我辦住院的樣子 我就想說 這個世界 我所有人都一視同仁 沒有所謂的VIP 大家都一樣 我都還沒看妳到 妳就要叫我辦住院是怎樣 我才不怕 只是我心裡的苦手 我就打電腦 肚子痛 他說我真的好痛 結果他那個薄薄就掉到地上 就 叫妳一個槍掉出來 趕快幫妳辦住院 我就拿著單紙給他說 好 妳這個拿去 抓一包 我馬上要幫妳幫 卡 聳掉 聳掉 破掉 對啊 所以我們真的很害怕 真的很害怕 不過其實大家放心 我們現在急診室評鑑 都有很多就是 防止暴力事件發生的機制 包含就是 門禁 甚至一些海報張貼 甚至宣導 還有我們現在正立 其實也很多保護我們醫師 所以大家也不用太害怕 對... 現在已經比較 這樣比較不可能發生 而且我們有警民連線 就是我們一按那個連線之後 不是只有醫院的警衛 是警察很快就 你會知道 馬上就到了 不是也會知道 是馬上就到了 對 大量傷患的時候 下班的醫生要 也要被叫回來 其實真正會啟動到大量傷患 其實在急診室 都是多重傷患 就是病人很多 其實還很少有 類似那種天天的人 或會癱瘓掉你的急診室 除了你像高雄 那種氣胞 八仙 層爆 這種量 不然其實原則上 都是病人比較多而已 對 因為我以前在台東 我們都是值班的在急診 那兒科啦 兒科 然後其他人就是泡溫泉 泡溫泉 然後拿一個臉盆 然後把我們的口雞放在那邊 就在溫泉那邊飄 也是一樣想想沒有 然後如果三台一起逼 我們就自認了 就是衣服穿一穿就衝回音樂 那一台的話就 嗨 掰 就是你要酒 收起來 我最怕兩種 在今天是遇到一個叫做 我們講喝醉酒的 第二個叫VIP 但是如果有一個VIP 又喝醉酒 我覺得那個就有夠慘的 超乎 其實我只待過外科急診室 一個月 那時候是我是實習師 第二年七年級的時候 那一天我守外科急診室 那重感冒 那知道我們那個 那時候實習室 我不知道 那時候是輪二十四小時 七點工作到隔天七點 那我重感冒 那沒有人可以替代我 除了另外一個 我同學願意再撐二十四小時 所以 我還是趕著去上班 你知道重感冒的時候 過 直一個小時的急診 感覺像直十個小時 很累 很累 到了晚上十一點 我已經撐那麼久了 我覺得好痛苦 那突然說 那個我們的急診室 接到高層一個地方 我們是在公立醫院 所以很多那種VIP 他說 某個外交使節的小孩 在夜店被襲擊 嚴重受傷 要送到你們醫院來 那那個 組織機叫我們全部都準備好 那來了之後 果然有一個外國人 那外國人二十幾歲 跟我差不多年紀 那他朋友也跟著來 兩個都喝醉酒 在那胡連亂語 那很爐 亂七八 不大會講中文 然後我們要用英文 跟他問診 他一直在 其實他很愛 很愛放課的音樂 對 放課 對 然後我們幫他 他這邊 顴骨這邊有點破皮 那整個看起來還好 那麼就打完點 第一就趕快去 做個電腦斷層 全部都正常 那不久之後 就一堆警察過來 一般警察來問話 大概兩個 他們是一群 那一群裡面 有一個分局長也過來了 分局長都過來了 然後就開始 那因為不太 他們不太會講英文 就要我們協助 然後那個住院醫師說 洪翔你去幫忙協助問診 他會問話 英文 他又要溝通了很久 那也是亂七八糟 我也很怕會被他打到 因為手來腳來 真的很害怕 那不久之後 那個 某個立委的主任 也過來 在關心這些主任 主治醫師就跟他講一下 不久立委自己來 主治醫師再跟他 再解釋一次 不久之後 我們醫院的副院長出現了 那不久之後 記者也過來了 那我們大家都好累... 我那一天其實真的很累 非常非常累 那我就看著他 他已經在呼呼大睡了 那我那時候在想 我那個不禁悲從中來 我想說 這個結論 對 投胎很重要 這個我補充 洪醫師一個案例 就是我這種特權 曾經就有一個民眾 他媽媽糖尿病 然後發作的時候 送到醫院去急診室 那就後來注射胰島素 然後並且要幫他安排病房 但是病房要安排 所以就要等 結果他等了... 等了兩個多小時 他就不耐煩了 他說 他說 護理師 你是挑戰的就對了 沒關係 我找人來 果然來了一個 在那個地方 滿有這個代表性 重量級的這個名帶來了 所以護理師就也直接 就把這個手機拿起來 就說 是你喔 沒關係 錄影 我錄影這樣子 那就這個名帶 就講了一句話 他就說 好 你沒大沒小 你這是什麼態度 在外面 帶到把你搓到最高來 然後後面就開始就是 看爸爸 看媽媽的這些東西 就出現 各位知道這個名帶的下場是什麼嗎 他被判了三個月 這邊我們就是這個節目要呼籲一下 他被判了三個月 叫做 違反醫療法加恐嚇 判了三個月 不得緩刑 檢察官說你犯案後的態度 還很惡劣 刻意的 那我覺得社會法律上 還是要給他一個制裁 有個醫生說他遇過 最討厭的一種進化是 接下來這個說法 沒有流傳五十年 也有流傳二十年 就是喝香菜水 可以排毒保養肾 喝了什麼好處呢 他說因為這個香菜水 可以幫忙排毒之外 他甚至說香菜 還有很多的這個高甲 高甲 他說你可以看 可以幫我們腎的血管 蘇張 甚至那種蘇張之後 是不是有利於排尿幹嘛 他就說你看這樣 對腎臟的保養 真正超級讚 甚至還有一些 還附上什麼 動物實驗證明喔 所以有些小小鼠分的樣子 然後分別給它 香菜水就沒有 他說這個利尿效果頂好 利尿不就是保養肾了嗎 好專業 這個我們講香菜水裡面什麼 就是水分 維他命C 還有很多的礦物質 又是甲離子 甲離子在我們人體 扮演什麼角色呢 它可以跟我們的神經傳導 讓我們的肌肉放鬆 所以你高血壓的人 他吃甲離子 會跟血壓會稍微降低一些 然後肩膀就沒有那麼痠痛 其實還有利尿 效果還滿不錯 所以你如果說是一個 腎臟健康的人 吃甲離子 去對很多慢性病 其實還不錯 可是你如果是一個 慢性腎衰竭 或是已經在洗腎的人 那那甲離子是誰排的 是我們的腎臟排出去的 那你已經排不出去了 你還一直在補充 大量的甲離子 會造成什麼 高血甲 甲離子正常在3.5到5.2 你超過高血甲之後 會開始出現 我的... 有一點想吐 就是因為瘴氣 接著肌肉會沒力 再更嚴重一點 心臟會不跳動 甚至有死亡的瘋炎 對 所以千萬不要 誤信網路謠言 已經在洗腎了 只有靠 沒有要靠我們健保署 每一年花了三四百億 在洗腎 如果香菜水可以 也可以不用洗腎 那健保署 我已經規定大家都使用了 大家想這就是一個 網路的謠言 說到那次印象很深刻 因為那次是一對 看起來就是那種 還滿有教養的 男生看起來就是事業有成 那女生看起來就是 細生細細 非常有氣質的女生 然後他們是自己開車 應該是後來才知道 是司機開車 他們就自己來的 自己來的 主述是說那個先生 他之前好像因為 不知道是感冒就一直沒好 因為工作很忙 那那一天他好像又是覺得 整個人不是很舒服 但是他比常說 明天可能要出菜或幹嘛 所以太太就說這樣不行 這樣出菜我又不放心 還是急診去醫院拿個藥 至少看一下 沒事情然後再出菜 言談之間在問診的時候 就是一個 我的家庭很可愛 這樣的家庭 然後很擔心 然後父子子笑 太太又溫柔對不對 就沒想要再等的時候 先生的狀況急劇變化 他本來都還滿好的 可是後來在等著 突然整個昏過去你知道嗎 結果後來才知道 他是可能一些感染病發 心肌炎還幹嘛 他剛才一直覺得很累什麼 其實他那個感冒拖很久了 是 可能那個時候已經有症狀 他自己不知道 所以他在那個急診就昏倒了 昏倒的時候 就開始要做緊急處理 看是不是要做CPR幹嘛 後來甚至要裝葉克膜什麼樣 就啟動了一連串的那個 這個女性呢 就明顯比剛才那個溫柔賢俗的 稍微年紀再大一些些 對 然後來就非常地氣急敗壞 這就是這麼嚴重 因為這是這麼嚴重的 大老婆 剛才司機看到事情嚴重了 正通出現 因為小感冒也沒什麼好說 就是問題是現在分析 要做急救 開始那個 不得了 這個不通報 這是不行的 對啊 太太就來了 就說 這是什麼情況 為什麼可以沒我的同意 可是醫生當時因為他們所有的狀況 而且他那個時候也說他是太太 因為可能小病那個時候 想說不要麻煩 就直接說是太太 所以這整個程序啟動之下 才發現完蛋了 他不是正功 所以你看整個流程必須 同心跟他報告一次之外 他就說你怎麼可以在 沒有我同意的狀況下 幫他做多一點 不過還好啦 這些緊急處置 因為是在緊急文案之下 但是太太就不會送的啊 我們的同意書其實 你是親密辦理也算 除非 對 那再來是就是 你在緊急文案之下 做一些緊急的處置 其實是免責的 對 剛剛聽到很多醫生們講說 最討厭一些有人利用客權 或者是他喝醉酒在那邊爐 那但是其實在急診室 少數有一件事 你要是說 你要對病患做的時候 他會抓狂 什麼 抽血還好吧 真的 我就遇過一個案例 是跟他說要抽血 他抓狂了 他沒有喝醉酒 他也沒有什麼精神問題 他就開始毆打護理師什麼的 就後來好不容易把他制服 只問他一個原因 他就說 我怕痛 我希望你打人怎麼不痛 好 那這個真實案例 後來這個人還被判了刑 這個病患呢 他本身是個藝人 跟他講抽血就仿佛 給他下了一個魔咒一樣 他也抓狂 但他到底背後的原因是什麼 話說當時是在家裡跌倒 跌倒之後就被收到急診室 醫生就覺得 你這個跌倒的狀況 感覺怪怪的 就你看起來很正常啊 你怎麼會突然暈眩跌倒呢 所以可能要抽個血 就他的那個經紀人就講 就說不好意思 因為他不方便抽血 所以這個狀況 我看醫生 我們就大概就治療到這邊 就好了 那他會是他一直鬧 那情緒失控 警察也來了 那警察來了之後呢 就不抽血 也是病患的自由吧 你們醫生也沒有強制權嘛 對不對 所以後來這件事沒了 三個月之後 報紙就登出來了 這位藝人 他可能怕驗尿或抽血的話 會查到那個東西 對 那大部分的話 我們醫院 我們自己在開這個處置的時候 上面都有標註說 不管是尿的毒品或是什麼 但是現在 衛福部又有一個新的政策 就是如果醫師 強烈懷疑這個病人 可能有使用毒品的話 對 尿醫是送到政府單位去 所以我們也不知道 最後的結果是什麼 是由政府來去追蹤 這是一個新的政策 好特別 了解 了解 不過今天真的聽了很多 但是其實也是要跟大家講 就是很謝謝我這些醫師 然後讓我們的醫療 非常的發達 但是一樣 衛教一下 急診還是不要亂濫用 因為它是留給緊急的人用 好不好 謝謝大家分享 謝謝 謝謝 記得到媽媽好 在本站跟我們做互動 大家拜拜 大家一定有這樣的經驗 出去玩的時候 尤其在大賣賞 一轉頭發現 小孩怎麼不見了 避免小孩走失 然後不知所措 爸媽應該怎麼做 就小朋友走失的時候 我們應該怎麼教導他 怎麼樣不驚慌 然後怎麼樣 以最快速度找到爸媽 對 第一個原則一定是 叫小孩不要動 對 不然的話你往上面跑 我往上面跑 你往下面跑 我又往下面 然後大家追來追去 然後就像那個墨具一樣 大家都找不到對方 對 所以就跟孩子講說 如果今天你回頭 沒有看到爸爸媽媽 你先站在原地 不要動 可能設個時間 好 比如說十分鐘 對不對 好 那假如十分鐘之後 或者是這個 你們設定的時間之後 他都這個 你還找不到他 他也等不到你 那麼我可以給他 第二個指令 比如說請你找有制服的人 有制服的人 在店家裡面有制服的人 可能就是那些店員 是 那如果是在外面 可能就是警察 是 有制服的人 告訴他說 我找不到我爸爸媽媽 那第三個 你也要讓孩子有一個資訊 你找不到你爸爸媽媽 那你爸爸媽媽是誰 我爸爸媽媽就是我爸爸媽媽 這樣沒有用 所以可能至少有一個關鍵字 比如說他的電話號碼 那現在都有手機 所以如果你只要把這個電話號碼 讓你孩子備手 至少他在求救的時候 可以把這個號碼告訴這個人 就可以打電話給你 對… 那還有一種就是 你知道現在學校都會有這種 災害的這個 預先防治的小卡片 就是說如果今天有天災 地震 然後大家都走失了 那你要在哪裡 跟你爸媽見面 就有類似這個小卡片 但他們都會寫 一樣你跟你的孩子 也可以有這種約定 大一點的小孩 你可以跟他約定一個地點 大家就可以不用在 有特有四處找來找去 了解 很重要 別忘了訂閱媽媽好神 YouTube頻道 還有按下鈴鐺 讓你即時收看最新影片喔 想要看更多精彩內容 歡迎點選旁邊這些影片喔 讓我記得安 Luc ね 按下鈴鐺 立即… Sau�… 是的… 你… 來吃… 人ovich Uk… 生… 還有… 有什麼本, 當然… 了… 你究竟dul extitus